我们自己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自己却没有办法展现出正能量跟光明 自己的情绪也不断地受到他人的情绪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社会上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生起慈悲心要去助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能够确定我们自己的内心 是时时刻刻保持在一种安稳 而且是非常有绝躁的能力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观 这个东西观的能力 所以观世音本身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除了我们所讲的大悲心之外 它其实更重要的就是 也具有所谓绝躁的能力 因为只有绝躁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能够看到自己本身的一个情绪 而能够很快做出调整自己 那么把自己的心安定 那才能够更有效的去发挥助人 能够真正帮助到他人离苦而得身心的安乐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开展 这个悲智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那就是要有这个 绝躁的这个能力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